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说我想交朋友的 把你准备好的水果给我 你准备好了对吗 他就在旁边 刚从森林里摘的 还有当我在的时候 不要舔别的家伙 你还会每天给我水果对吗 我当然会 蒂洛 我没有 你就等着瞧吧 我不会因为有了我自己的小女儿就忘记你的 蒂洛 我保证 你知道我一向新手诺言 哼 再说吧 哎呀 他真是个粗鲁的家伙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说话 你甚至还给他水果 为什么 好嘛 我绝不会和像他这样不可理喻的家伙说话的 好了 朋友们 他并没那么坏 我永远不会和他说话 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粗鲁和愤怒了 我们就不能传播一点友谊吗 可是妈妈 我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 那是因为她没有一个能叫她讲礼貌的母亲 她不是苏鲁 亲爱的 她只是害怕和孤独 我想你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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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出去吗 现在不醒起来的 快睡吧 但我睡不着 你能把外面那个东西拿来跟我玩吗 那是月亮 我走不到 快睡觉吧 罗马 是 是 你 拿着 这是什么 你妈妈从森林里给我摘的水果 既然是给你的 为什么要给我 因为我知道母亲的礼物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我想让你拥有它 妈妈告诉我 你没有妈妈 你不要管我的私事 我给你带了礼物 收下吧 然后谢谢我 嘿 听着 谢谢 好吧 嘿 听着 怎么了 我们能做朋友吗 和我这种粗鲁可怕的家伙做朋友 不 不 是和那个送我礼物的小家伙做朋友 妈妈说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需要多一点友谊 是啊 没错 你会没事的对吗 我会想腻的妈妈 不要走 不要走 如果我不去 亲爱的 我就不能喂你牛奶了 我必须吃点新鲜的草 好吧 但是快点回来 是的 我会的 我一个人在这里要做什么 啊 让我想想 你可以在农场里玩 跟这里的鲜花和蔬菜打个招呼 然后帮农夫的女儿打扫棚子 对干草 它为什么要帮助人类 妈妈做的还不够多吗 是啊 她说的对 没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更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了 试试吧 你会喜欢的 一定要擦洗干净 不要在太阳底下晒太多 这对你的皮肤不好 你好啊 玛雅 还有这个小家伙 嘿 你在农场的第一晚过得怎么样 吹得好吗 走吧 姑娘们 美丽新鲜的青草在等着你们 每天农夫都会把她的牛带到森林里吃草 好啊 盛夏时节到了 天气变得酷热难耐 天气越来越热了 连草都变得越来越干了 我们的牛奶也在减少 朋友们 我需要防晒霜 我的孩子 你需要最新鲜的牛奶 维斯 我需要更新鲜的草 天啊 需要快点下一场雨 这种被晒干的草的味道 和新鲜的绿草没法比 那里有一片美丽的草地 嘿 不要去那里 妈呀 回来 妈呀什么都没听到 她心里想的只是一些新鲜的草 这样她就可以给她的女儿喝最新鲜的奶 妈呀没有意识到 她进入了老虎的领地 她闻到了妈呀的气味 然后袭击了她 妈呀拼命地跑 老虎追着她 一时追到悬崖边上 妈呀吓坏了 她知道老虎不会放过她的 我的孩子 亲爱的罗马 罗马是谁 是我的宝宝 她才三种的 她需要妈妈 我也需要食物 我饿了 我知道 但是 准备被吃掉吧 我很保险 但这就是聪明的法子 就一天 就再给我一天 让我跟我的宝贝说再见 拜托 你什么意思 让我今晚回农场去 明天再回来 然后你就可以把我吃了 你是认真的吗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相信你 你不必相信我 但请相信一个母亲 我离开牛群 这是为了给我的女儿吃新鲜的草 准备去死吧 准备去死吧 你还好吗 你 救了我的命 好像是 为什么 我是来吃你的 我 我 我只是 认 认 认不住 好吧 今天晚上我就放你走 但是你明天一定要回来 这样我才能吃了你 我保证 谢谢你 你救了我的命 我饶了你一晚 走吧 瑪雅 瑪雅 悲伤的回到家 瑪雅 我的理由 有不好的事情 我答应过会回去的 别傻了 你不必履行那样的承诺 是的 想想你的女儿 而不是邪恶可怕的老虎 不不 她并不邪恶 求你了妈妈 她想吃掉你 她想吃掉我 是因为她别无选择 这是她自然的法则 我们生来就是这样 我们需要吃草才能生存 而老虎也是这样 她需要吃掉其他动物 才能生存 就像我们会饥饿一样 老虎也会饥饿 但是 老虎很善良 让我回来待一晚 那只是因为你救了她的命 我可是你走了一段距离 看到了发生的事 如果她不吃东西 她也会死的 我向她保证过 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我明天必须去找她 别丢下你女儿 相信我 我明白那是什么感觉 但我要把她留给 像你们这样美好的朋友 低落 还有你们所有人 如果我不履行我的诺言 我内心的一部分 也会死去 每次我们因为害怕而撒谎 每次我们因为害怕 而对别人不公平 我们内心的一部分 就会死去 世界上的一部分美好 就会死去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 拥有一个这样的世界 我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所以第二天早上 当他们一起出去吃草时 玛雅 吻别了她的小女孩 她来到前一天遇见老虎的地方等待 与此同时 当老虎向那个地点走去时 她感到非常不安 我怎么能相信她 如果她带人来来抓我怎么办 为什么会有人来送死 等等 是她吗 你居然来了 是的 你为什么想要死呢 我不是来这里送死的 我来是因为我答应帮你活下去 你必须有你的食物 你想让我 这个捕食者活下去吗 大自然的平衡是完美的 我没有死可破坏它 如果你这么尊重自然 就不该闯进我的底盘 保护自己的安全是丛林的第一法则 你声称爱你的女儿 明知你的孩子有多需要你 却置自己于危险之中 我知道 我犯了一个错误 一个严重的错误 不该离开安全的牛群 我应该小心的 我准备为我的错误付出代价 好 你走吧 回到你女儿身边去 但是 我们老虎不需要像你们牛一样 每天都吃东西 一两天不吃东西我也能行 我会去找另一个猎物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我想这个世界需要一点善良 我是一个捕食者 但我不邪恶 让我告诉你 如果你下次又不小心的话 我马上就把你吃了 哦 谢谢你 我永远不会 现在走吧 别等我后悔了 向你女儿问好 不许你再闯进我的地盘 你不必害怕 但你必须小心 于是 那天晚上 玛雅回到了她亲爱的罗马身边 幸福和智慧 她的诚实和善良感动了老虎 这一点救了她的生命 也为世界增添了一点善良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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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谢谢观看 真正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